为了帮助国人更好的平衡工作与生活 政府成立的工作与生活和谐公民咨询小组 提出了17项建议 包括支持新加坡人过更充实的生活 以及提倡更亲生活的工作文化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工作与生活和谐公民咨询小组 今天举行第四场 也是最后一场讨论会 并向劳资政和社区伙伴提出了多项建议 鼓励雇主给予员工更灵活的工作安排 在短时间内可能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推动的 就包括了在我们灵活工作制方面 是不是能够让这个概念更普及化 是不是能够让中小型企业 他们也感受到要在自己的企业内 要推行灵活工作制 并不是那么困难的 建议还包括随着社会变迁 扩大对快乐 繁荣和进步的定义 创建更具意义的生活框架 你对生活的期望是要怎么样的 到后面这部分 整个社会怎么样去支持你 认同你 不会给你无形的压力 所以它是很大范围的一个想法 它没有一个重点可以只是这样讲述 如果真的假如要快快地讲述一个重点 那就是你一定要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而面对工作场所的变化 小组也建议推行保护员工工作与公余时间的政策 以及给予拥有更亲生活工作文化的公司 工作与生活和谐认证 小组有55名来自不同背景的国人组成 政府连同利益相关者 包括劳资政和社区伙伴 接下来将仔细探讨建议 并在明年初做出回应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 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